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用焗爐做燒肉 跟上次氣炸鍋有點不同 它的肉比較軟和入味一點 首先就是煮豬皮 今次我們只是煮豬皮的部分 凍水落鑊,水滾之後煮10分鐘 我家沒有鬆肉針 所以用一條橡筋綁著大約10指俗簽來刺穿皮 煮過之後的皮就很容易刺的 不過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刺完所有的表面 還有要刺到皮,不要刺到肉 刺完之後我們就反過來 切開些肉,大約5cm 用平底鍋來煮皮,煮不到肉 肉就比較入味和軟 15乘20cm的肉大概用鹽半茶匙 糖半茶匙 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五香粉四分之一茶匙 把配料混合好 就可以塗在肉上 如果怕肉臭的話 可以加一茶匙白酒 用氣炸鍋的把本一樣 我們都要用石紙包著肉 來醃肉 石紙包著肉 我們醃過東西的時候 肉就不會變乾 但是我們的豬皮就會風乾 然後我們在豬皮裡淘白酒 然後我們再灑百分之一茶匙的鹽 然後就過夜冷藏 我蓋著的豬皮在冰箱裡也會變乾 但是如果不夠乾的話 我們可以用吹風筒來吹乾它 皮要夠乾,焗完才會脆的 250華氏度 焗兩個半鐘 比較低的溫度和長的時間 可以令肉軟一點 然後410華氏度 焗30-40分鐘 將燒肉的皮焗脆 大家看看 皮脆肉嫩的燒肉就搞定了 酥脆的燒肉皮 再加上甜麵醬和白糖 簡直超棒 如果大家想看汽炸鍋版本的話 記得在Description那裡點名字 然後再加進去 好期待 7 8 9